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这忙忙碌碌摘起来的果子 老百姓们不仅不吃 也都不知道干什么用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树 接触的又是一种什么果呢 摘它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你要摘什么用 不知道该什么用的 你们这个吃吗 不吃 就吃 不能吃 不能吃 能吃吗 既不能吃 又不知道做什么用 这采收真的有些蹊跷了 采摘的树并不高 果实伸手就能够得到 人们都麻利地把这果实 摸到篮子里 有的在地上铺开塑料布 果实扑洒在了地上 其实这树上的果子 大举村村民已经摘了三年 漫山的树都是七八年前 有人专门来种下 三年前挂上了果 每到八月上旬 村里的男女老少 被种树的人哭来收果子 光是一天的采收 他们至少也能挣到一百多块钱 可即便摘了三年 村民们依然不清楚 这果子到底有什么用 村民摘的果实个头不大 黄绿颜色 外表还长得几道棱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果呢 这什么东西 彩虎 彩虎嘛 老百姓叫它彩虎 彩虎 为什么叫它彩虎 老百姓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果实的名字也很怪 这到底是哪两个字呢 在我们的访问中 人们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之所以有着不同的说法 专家说这都是因为 这种树知道的人不多 分布的区域窄 所以说法也不一 这果子正式的名字叫赤果 长这种果实的树 叫赤果油树 这个果实上面有8到12条狼 这是它果皮向外托起形成的 我们叫它是赤 有赤呢 就使得果实的重量解情 而且有类于这个 利用缝力 对它的果实进行传播 油树呢 是因为它果实里头的种子 含油量很高 所以叫赤果油树 可其实赤果上的赤 还真没有让那种子 能飞得再远一点 毕任成是研究生态学的专家 他靠河门 这赤果油树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树中 已经是宾威树树了 他带我们找到了 当地一个村子里 仅有的几棵大树 当地老百姓呢 说它是老二 因为下面我们曾经看到 一棵更大的 所以把它叫二王 应该在五六百年了 你看它现在这个直径呢 哎呀我都帮不住 植物学上呢 就是量它这个树的大小 就量它的雄径 现在呢我抱不住它 大概周长的在这个 一米九左右 长有百年的赤果油树 已经算是罕见的了 做林业调查时 专家们就发现 赤果油树 不仅是我国独有的 也只在山西和陕西的几个县 有着林严的分布 之所以少 是他们对生活环境有要求 从环境上来说 它就在农田和 这个森林的交汇处 风部面积非常下小 风部的区域呢非常狭窄 树少 所以很多人对着果实不太了解 有人种植后 村民在采摘的时候 也曾把果子扒开了 看看究竟 这里是大家就和大家扔的嘛 扒开还是扔的 几层的 这扒这里头扒开都几层 弄不动啊 可爱你不得到这儿 这和这层的扒 这扒开 哎呀我开开了 哦这不吃啊 还有呢 还有呢 哦这里头还有一层 对 这个里头 这里头这个东西 哦 带着这个 这个 这个能吃吗 那不吃不该吃 你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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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开后的果仁 长得就跟花生仁一样 记者准备尝一尝 这些像花生仁的果子 可吃了没多久 记者也有了点异常的感觉 当地村民种植采摘了几年 没有人知道它的用处 也没有人吃过 难道这果子真的有毒 王宝明打消了记者的担心 不要害怕没毒 它这个果子上面有好多的毛 啊 当地老乡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老人 土花他把这个痒痒 他叫咬人 啊 所以你都害怕得不得了 原来让记者浑身发痒的原因 就是毛 仔细看起来 果实确实附着着很多的绒毛 而且不仅果实表面上有毛 就连树叶的背面也有毛 关键是 就在这果子坚硬的果壳里面 还有毛 隔的内部也有看 很明显的毛 毛 这叫钢毛 啊 就是比较粗 比较硬硬的这个钢毛 吃到嘴里啊 这个可能你 这个毛对你要起点刺激作用 这个没有毒 都不用害怕了 树叶有毛 果实有毛 外表有绒毛 果壳里面还有钢毛 毛层层保护着里面的果仁 刺激人体 让身体发痒 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来专门种植这种树呢 既然赤果油树又是宾威的树 相邻的西郊口怎么会出现万亩的赤果油树 树上借的果子 每年都被村民摘下来 由专人收购 又是谁在大量收购这些果子呢 他收这些果实 干什么用呢 收果子的人在当地赫赫有名 他叫张莲水 是一名企业家 西郊口村上万亩的赤果油树 都是他种下的 果子他也是每年都来收 种下这些树 就是因为他听到毕教授和他提起的一件事 我们相邻县 他们当时说一个叫赤果油树 所以赤果油树啊 它也是这个世界的边危之物 是咱们国家的二级保护之物 听说自己家乡还有宝贝 让张莲水激动起来 这个时候恰好是他适应的 正在寻找方向的张莲水 特别想能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找来专家才知道 原来山里的层湖就是赤果油树 可这树真的是宝贝吗 其实张莲水从专家口中 不仅仅知道了赤果油树 是宾威植物 也还知道了这种果子 一个正在被人遗忘的秘密 他们说有很好的生态价值 也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在香宁县有一些长有赤果油树的地方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这种果实的用途 串成的珠莲挂在门上可以挡文银 但张莲水发现果子的价值 不是用在做装饰品 而是可以食用 在山西湘宁有一种传统的面食 叫石头馍 做法特别新鲜 就是用油剥好面饼 把饼放在石杂上 上面再铺上一层 从锅里舀上来的热石杂 备制而成了油酥咸香 经久耐放的烧饼 在湘宁县极少的村子里 如果是用赤果榨的油做出来的石头馍 一定就是人家专门到这里来定做的了 把赤果榨成油吃 是很早流传下来的做法 赤果的油被当成了一种稀少特殊的食材 也就是因为 在赤果油树分布的地方 有流传下来的实用传统 让科学家们也研究起这种果实来 在它生长的一定范围之内 比如说村里头的老百姓 这个寿命都比较长 身体都比较好 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说 它这里头一定要有这种科学的原因 是不是赤果里面有什么特殊成分 人们身体健康长寿的秘密 是不是就和赤果有关呢 大概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曾经把这个样品送到中国科学院 这个相关的几个研究所 做了多次的这个分析 进入证实了它的有效成分 确实是非常稀缺的一种资源 赤果油里面的成分逐步被分析出来 科学家发现赤果种人里 维生素E的含量非常高 这在天然产物中首次发现 每100克赤果人中含有5微克锡 在植物中也属高含量 而且果实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相当高 占到了90%以上 它这个油里面融的这些国性物质和抗氧化剂了 它们是同时对这个人的这个生理调节 起这个生理调节作用 但是比如说呢 我们单一地服用一些人工合成的维生素E啊 或者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系啊 就起不到这种协同的这个作用 面临转型的张莲水了解到这些 决定干脆就种这些树吧 把它开发好 还能为周边的老百姓造福 山西这个地方 再过这几十年 没有挖完以后啊 这个老百姓的树能靠树 早些年张莲水是靠着在家乡建煤矿 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赶着事业的转型 他要找一个让当地老百姓也能受益的项目 他很快建起了一个团队 着手要种赤果油树了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六七年都没有把树种出来 外面相对简单 这个是从科研方面 从营销方面 难得就要多得多 就在乡名当地 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赤果油树只有野生的 根本就种不出来 可现在科技发达了 树还能有种不出来的 就是本地的土 也有本地的树 还有本地的水 还怕它长不出来吗 从2000年 基地就开始了实验种植 最初他们选择了嫩枝千叉的方式 这是林叶上很常用的育苗手段 是一种无性繁殖方式 就是用母体的一部分直接产生子带 这样就能完全保持母本的性状 他们选择了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 嫩枝生长素含量高 分生组织活跃 更容易生根 像那个杨树柳树之类 那就非常快 天长 参染以后很快 半个月它就生根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天长以后就在一个一周以内 它容易形成那个育伤组织 一般来说 只要在枝条的下部窗口 形成了白色的骨包 就证明植物已经产生了育伤组织 有了育伤组织 植物就要开始生根了 可赤果油树嫩枝上 明明也长出了育伤组织 但它的根就是发不出来 育伤了以后 它也容易发生那个鹤变 就是颜色变成褐色的 褐色的 然后那个就是 不是白色还是褐色的话 那就是生根就比较难 直到现在 他们依然还是没找到 枝条发生鹤变的原因 做过大量实验后 赤果油树用千叉的方法 成活率不到30% 于是基地没办法 只好直接种种子 希望能长出石生苗来 种种子是有性繁殖 品种可能会有变异 但只要能种出来 也算是一大成功 基地把种子埋在了营养玻璃 浇水保湿都做了 可几个月过去 依然看不见有苗子的出现 挖出来一看 种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为什么赤果油树的种子 就发不出苗子来呢 在怪圈中徘徊了五年后 终于发现了赤果油树 重不活的瓶颈 这个发现揭开了赤果油树 兵飞的秘密 也为赤果油树的产业发展 带来了转机 科技医院继续为您讲述 植物已经到了宾威的境地 除了环境带来的困境以外 一定因为在繁殖上也有瓶颈 把种子挖出来 当把依然硬硬的果壳剪开时 赤果油就是发不出芽的原因 也找到了 只有种人上才有胚乳 胚芽 才能发芽发根 可种人却得到了重重的保护 坚硬的外壳 硬渣渣的钢毛 三层的内种皮 光靠土壤水分 根本接触不到种人 发芽所需的水分和硬度 全部被阻隔住了 防水设施建的如此严密的赤果 怎么可能顺利发出芽来呢 赤果油的种子和一些坚果很像 能不能就依照坚果的种子的种植方式 也用沙藏的方式 用沙子把种子埋起来 促进它的萌发 打破那层层的防水层呢 于是他们做上了沙藏实验 我们做的沙藏实验 沙藏实验 沙子里面的湿度正好在80%左右 一抓沙子 沙子散开来就是不够 没有80%的水分 或者是捏成很低水 也超过80%了 这是最好的比例 沙子的水分80% 就是现在我保持这个 用沙子这个湿度 来让这个种子 慢慢慢慢慢慢地破掉它的硬盘 扭一丁的水分它进去以后 它就慢慢就是 那外骨皮就软化了 它那种人在里面 慢慢水慢慢进去以后 它也一直有呼吸 它也不会一直以下 碰到就是一个就是呼吸 呼吸不了 这个慢慢慢慢进去以后 扭一丁的湿度以后 它就长出来了 种子混淡好 再放入坑里埋在沙子里 实验中他们还发现 就算是用了沙藏 想让赤果油树的种子 发出芽也不容易 经过这个冬天 冬天主要说 有一个成绩处里面 典型就是这个冲化作用 就是一个低温的过程 它领域的发芽 也是个刺激的过程 赤果的种子 还有个休眠的阶段 埋在潮湿的沙中 会逐步软化了牵引的外壳 但如果时机不对 休眠解除不了 依旧不能发芽 而经过一个冬天 大约三个月的低温冷冻后 有效地打破了种子的休眠 就会使它开始萌动发芽 吃果油树终于发芽出苗了 也终于让基地工作人员 看到了希望 小苗渐渐长起来了 可他们发现 这种树怎么长得 根本就不像树呢 地面上发起了 一串串的枝条 种出来这个四生苗以后 它发芽的话 萌压力特别高 那么从基部 它一直往那门 最后它基部 结果就长成这样的 这种 就是虫生状的这种 在湘宁 大多的野生赤果油树 很少有长得像树一样 都是低矮的 像灌木虫一样 少有的大树 也都是有年纪了 基本都上了百年 任凭它重生的长下去 势必分散了树体的营养 也会影响以后的结果 于是基地在专家的指导下 开始给赤果油树定主干 去掉其他分支 只留下一根组织 让它向上生长 栽培的赤果油树 从灌木变成桥木 现在赤果油树 不仅能够种出来了 也通过科学管理 逐步地走向文产 基地也通过先进的加工手段 把赤果里面的油提取出来 让这种稀缺的资源 创出好的效力 在我友生之年吧 我能看到在这个 绿梁山上和太行山上 能有大面积的赤果油树 对山区的老百姓的制服 也开辟了一个路子 因为这个树一栽植以后 它就上千年的树的话结果 这个就一次栽树 我觉得悲年树意 经过了十年的努力 赤果油树在山西的旅梁山区 玉宇重重起来 为农民找到制服录的张莲水 完成了它的心愿 种出了赤果油树 让一直研究生态工作的碧润成 觉得意义更为深远 在一块被取过土的地块 可以看到裸露出来的赤果油树的地下根系 令人惊讶的是 赤果油树的地下部分 几乎和地上部分的生物量相当 庞大而发达的根 深深地扎进了土壤深处 紧紧地抱住了土壤 如果我们在这个黄土高原 这个水土流树的地区 大量种着它 对于保持水土啊 意义是重大的 因为在黄土高原地区 这个农业生态 主要矛盾是水土流树 如果我们大量种着吃果油树 那么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是很有好处的 它的生态效益 要大于经济效益 种了十万亩稀果油树的七椒口香 大取村也发生了巨变 一直因为干旱缺水 连牲畜都不敢养村子 农民因为有了这些树 有了更多的经济来源 就在不断的努力中 神奇的赤果油树 在山西湘宁大面积种植了 果实经济价值的转化 为当地农民带来直接的收益 同时种树也改善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我们也衷心的祝愿 赤果油树能给贫瘠的山区 带来更多收益 好 如果你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你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官方微博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有奖收拾问题是 拿起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从青藏高原搬到黄土高坡 为什么藏香猪的尾巴上 都拖着一个尼疙瘩 狂野奔跑中 尼疙瘩把猪尾巴拽断了 这都是香猪住进窑洞惹的货 虽是凡心事 却解决了大难题 山西的吴乔龙 让西藏的香猪住进窑洞 这到底是为什么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